因為有很多人改了名字之後 會來抱怨說老師好像都沒有效 因為他名字並沒有 他並沒有告訴大家 他雖然身分證也改了 但是大家還是叫他原來的名字習慣了 他也沒那個自信說 我改名了 我改了一個不一樣的力量 對不對 這邊問一下玉佩老師 改名字要注意 哪些事情 現在人改名字 大部分都是找老師改 那不管你是找老師或是自己改 那老師這裡列出了五大項 你在改名字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這些事情 第一個要注意的就是避免諧音 名字產生諧音 它就會有一種負面的磁場 像我記得我改了那麼多名字 印象最深刻的有兩個諧音 一個媽媽給他的兩個孩子來改名字 其實他們的名字的用字都很美 但是那個諧音很讓人受不了 女孩子的名字叫孟子的孟心台儀 孟儀 孟儀 個字很漂亮 兒子的名字是很漂亮 兒子的名字 智慧的智文章的章 所以造成小孩子在學校裡面 變得非常的沒有信心 會不愉快 對 所以我們在取名字的時候 盡量避開會被嘲笑的諧音 他真的會造成一種負面的磁場 還有一個我也改過一個名字 那個爺爺抱了第一個大孫子 對於孫子的期望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因為他是大陸來台的 他希望他的孫子將來能夠拯救國家 所以他給他的名字叫做整國 就是拯救國家的意思 這名字很好 但是也取太大了吧 但是問題來了 整個國家都靠他 是 我扛得住嗎 所以壓力很大 所以這種期許呢 期許很大的名字 我們盡量用字啦 也盡量避開 要不然叫孩子情何以慷 好 第二個要注意的就是 避免冷屁的用字 我們有一句話叫做 有邊獨邊無邊獨中間 其實有很多字你不認識他 你有邊獨邊獨中間 唸出來的音其實是不對的 三個火下面一個木 怎麼唸 三個火 下面一個火下面兩個火 燕 燕 它是唸燕 可是一般人會唸燕 羅列燕有一個名字 羅列燕 那是因為最近這個人他很生 最近他常常 這個字在媒體上出現 所以有的人知道 要不然好多人都會唸燕 其實這個字 它就是一個冷屁的用字 那生和燕 它在那個靈動力上面 它就是不一樣 所以你一個好好的名字 卻被別人叫錯了 其實對於名字 也是會有不良的影響的 好 第三個要注意 就是不跟長輩同字 其實這個不與長輩同字 這個是民俗 它不屬於命理的 那在民俗認為 晚輩跟長輩同字 這個叫做 相沖 但是我一直搞不懂 到底是誰沖誰 是晚輩沖了長輩 還是長輩沖了晚輩 就比如說 今天有一個寶寶 他來取了一個名字 那他的長輩有明天的名 那老師不知道 名字當中 也給他取了一個明天的名 好 當這個他們名字啟動之後 萬一長輩出了事情了 慘了 就是因為這個孩子的名字 沖到了長輩 那還有一種情形 這個名字取好或改好之後 萬一小孩子出了問題了 慘了 因為長輩的名字衝到了他 所以他就會產生一種 堪拖 堪拖 對 就會認為說 他之所以會這個樣子 身體不好 突然間事業有變過 都是因為名字犯衝 但是誰衝誰不知道 那現在其實有好多長輩 他們一再很在意這件事情 就是名字絕對不要跟長輩通 所以老師在取名字的時候 一定會問長輩當中 如果你是男生 你把你長輩所有的名字 用字都列出來 盡量就是不要跟長輩衝到 但是呢 殷童字不同是可以 像明天的名 好 那我就可以給他名字的名 這個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有的長輩 連殷童他都不能夠接受 好 我們再來看 身分制一定 可是老師你知道嗎 圈內有一個男藝人 他的名字跟兒子是一模一樣的 他的藝名就是兒子的名字 所以有一次其實有個女生 打電話到他家說 我找某某人 然後他太太還以為他 怎麼小三直接親門套路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那個是他兒子的 那個女的朋友 可是所以這個很特別 他的名字居然跟兒子的名字 一模一樣 有的人就是我家裡 有大華也有跟小華 我有大明跟小明 他們不在意 我剛剛有說在意的是長輩 是 還有要注意的就是 身分證要改 改名的目的是什麼 你就是覺得你的名字不好 我要轉運 那身分證一改 其實它是一個 釜底抽薪的方法 因為身分證一旦改了 你所有的證件 全部都改了 對 那你如果捨不得去用的話 其實這個名字是沒有用的 所以要轉運 就必須要改身分證 再來一個就是 一定要叫 才能夠產生靈動力 因為有很多人改了名字之後 會來抱怨說 老師好像都沒有效 因為他名字並沒有 他並沒有告訴大家 他雖然身分證也改了 但是大家還是叫他原來的名字 習慣了 他也沒那個自信說我改名了 我改了一個 一個不一樣的力量 對不對 我有新的期許 改名自己不敢講 那當然沒有力量 名字是靈動力叫出來的 你不叫他就沒有力量 你改跟沒改是一樣的 那有的人他改名字的確有難處 比如說這個名字是爺爺取的 具有紀念性 不能改 或是說祖譜規定不能改 還有的人是 扣打用完了 他不能改 所以有人會不會說 老師那我身分證 我真的不能改 我可不可以把這個名字 變成我的別名 我的藝名 答案是OK的 只要你能夠讓這個名字 讓大家有志一同的去叫 他其實他是會產生一種靈動力的 即便是身分證沒有改 但是大家叫出來了 力量是很強的 比如來說 誰知道張彥民 誰知道張彥廷是誰 但是你讓你到Google去 就出來了 張彥民是廢哥 張彥廷是小哥非瑜伽 他們的 因為他是公眾人物 大家都叫他的藝名 他藝名的靈動力 已經大過他的本名了 所以就以他的藝名為主 所以名字呢 你即便沒有改 那你所有的那些 你的 不管臉書也好 你要叫大家來叫 老師那你叫講說藝名 藝名的靈動力 如果大家一直叫 可能都不記得本名了 那如果說我們的小明呢 小明從小 欸 阿拜 那是阿狗 阿紅啦 阿拜啦 什麼這種東西 會有影響 所以我們也要努力 你不要再叫他阿拜 對啊 現在已經這麼漂亮 不要再叫阿花 阿花啦 阿拜啦 阿狗啦 對啊 所以就看叫這些外號的 他們的運勢 其實都是一般般 一般般的 好 那另外有兩個要注意的事項 不在這裡 那我還是提一下 就是改名字之後 到底要不要 禀告神明 禀告祖先 其實這個是宗教的問題 完全在於你自己 有的人呢 他會看他說 我名字改得好像沒有什麼作用 是不是因為我沒有禀告祖先 我沒有禀告神明 那你說信上帝的人 他沒有禀告上帝 難道他改的名字 就沒有效了嗎 這個其實不一定的 完全在於你自己 如果你很糾結這件事情的話 你就去禀告你的祖先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名字一定要跟這個人 產生一種什麼氣場 我曾經碰到有一個媽媽來改名字 她已經五十八歲了 但是那個老師給她取的名字 你知道叫什麼嗎 叫宇童 宇童 下雨的魚 童就是一個先丹的丹三撇 童雲密布那個童 五十八歲媽媽改一個叫宇童的童 就好像我今天跟你講說 以後叫我宇童 我這個年紀叫宇童 你們會不會覺得 很...剛剛宇童說的 所以這個名字跟人他要契合 他也要產生一種氣場 那時代背景不一樣 你給他一個很陌生的一個名字 其實那個名字其實是沒有力量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配合 你不能把那麼浪漫的一個用字 然後用到不對年代人的身上 對啊 艾菲爾 艾菲爾什麼 你都沒想要改這個 你又跟呂門窗同名 又跟什麼美容院同名 花店啦 蛋糕店啦 水店公司啦 鋁門窗啦 還有什麼家具行都有 對 都有 因為這個名字好 這個名字好 所以大家都用 好想得開喔 法國艾菲爾鐵塔 舊家艾菲爾 你們白就是 有好著艾菲爾是嗎 這名字是父母賜給我們的 有時候你真是說 我雖然有很多困難 人家說改掉 但是我也有一點捨不得 好像真的把名字改了 會不會有點不孝 可是有沒有哪些 真的姓名筆劃跟用字的人 人生真的比較苦 其實大家不要把改名字 當做是 好像是我改了名字之後 我從此我的運勢 就乾坤打挪意了 沒有 其實名字對於我們運勢的影響 是占了30% 所以一個人的運勢的好壞 其實我們要回歸到他的本來 就是他先天的一個八字 所以才會有一句話叫做 命好名也好 富貴發達早 命好就是你的八字很好 你的名字又好 你少年得志 你早早的富貴 你很發達 那有一種狀況是 命好名不好 一生多辛勞 就是你的八字很好 可是你的名字不好 你就是很辛苦 可是這個辛苦到最後 你還是可以嘗試到 它的果實的 只是你要付出 很多很多的時間在裡頭 那再有一種情況 就是名好名不好 我的名字很好 可是我的八字不好 那充其量 我這一生也可以溫飽 那最糟糕的是 命名都不好 叫做窮苦直到老 所以改名字有沒有幫助運勢 有30% 那名字到底要不要改 我覺得看個人 如果你因此很糾結 我的筆劃不好 其實那你換個名字 給自己帶來自信心 其實這也是一個改運的方法 來老師 那有哪些用字 真的是人生比較辛苦 好 我們分了兩個部分來講 是第一個我們來對數字 然後再來對用字 以前老師在講說 名字跟用字是 這個數字一定要對到這個名字 那今天不 我們數字歸數字 名字的用字歸名字的用字 那到底什麼樣 姓名筆劃的人 他這一生比較辛苦 我們來看第一個 我們從姓名的筆劃來看 要看的是人格跟總格 所以數分的人格是22 總格是34 那米可白他的本名 他的人格是20 總格也是34 34其實他是要宣洩 其實34的話他是這樣 你看那個神 前前前總統李登輝 他的總格就是34 他很好 但是呢 他是什麼宣洩掉了 他老年上職 他是從這個地方 把他34話宣洩掉了 那郭董 郭台銘 郭董 他事業版圖多麼的大 但是他的34話是怎麼宣洩掉 因為他中年上期 所以34話 他總是會讓你人生有一些 不圓滿的地方 對 好 尼克 那可惜啦 尼克跟總格呢 如果分別出現了 10 14 20 22 26 34 兩位的總格都有 36 42 46 53 其實呢 米可白本名的20話 其實也在這上面 所以人生會比較辛苦 其實名字當中有這些筆畫的人 他非常懂得隱忍 很會吞 他很多事情 什麼事情都自己看 所以他人生走的路 真的是比較辛苦的 是的 米可白就這樣子 講實話 這個女生真的很好 但是我們比較近接觸了 觀眾朋友當然比較有 就會知道這個女生 她把很多東西情緒都往裡面壓 她真的修了很好 真的一直壓一壓 就會你會覺得心疼 那有的人的辛苦是來自於 家人造成的 不管是家人或者什麼事情 你看她都是 她把最好的給你 甜甜的笑容或者態度 可是像我們就知道 她其實她好多事情壓著 會真的讓人心疼 太厲害了吧 好 謝謝 我們知道了 好 那剛剛有說 有的人辛苦是家人造成的 那有的人的辛苦呢 是因為為了賺錢賺錢 工作工作工作很辛苦 那有的人的苦呢 是苦在婚姻感情上面 這一方面 他其實工作什麼都很好 但是呢 婚姻讓他跌了一個跟斗 可是有的人的辛苦呢 他是來自於健康上 總之呢 有這些筆劃的人呢 他們的人生的路走的 會比較崎嶇一點 也就是說上天給他們的考驗 會特別的多 就好像 如果說有十 十四跟二十的人 他的人生的辛苦 是來自於婚姻感情 婚姻感情總是會出現 出現一些狀況 那不管這個狀況是誰造成的 但是呢 他的婚姻就是圓滿這兩個字 是很難達到的 那至於呢 二十二話剛剛有說 他是懷彩不育格 那至於呢 二十六 三十六跟四十六 這個姓名學來講呢 他叫做悲債格 也就是說名字呢 人格跟總格有這些筆劃的人 他這一生一定會悲債 悲的什麼債呢 有的是親情的債 家人出了問題 欠了一大堆負債 他要來扛這個 那有的是愛情的債 就是另外一半闖了貨 在外面負債呢 他辛苦賺的錢 都要給另外一半 那當然有的負債是為了子女的債 也有的人是因為跟朋友合夥 總之呢 他就是跟錢債 勤債 他會有關係 那至於呢 四十二跟五十三 這個格局叫做十座九步城 他今天呢 不管去創業也好 去找工作也好 他想要做出來一個頭緒 實在是很難 尤其是如果自己創業的話 他是創一行 他是導一行 所以他累積了個半天 他累積的都是創業的經驗 可是呢 創業的果實在他身上是看不到的 所以這個是在名字的筆畫上面 如果出現了有這些筆畫的話 那麼他人生他的確是蠻辛苦的 可是呢 有的人他沒有這個筆畫 但是他如果有這個字的話 他的人生其實也不良快 哪些字呢 在用字裡面如果有刀 或是有刀的部首 有歹的部首 有雪 霜 春夏 秋冬 梅蘭 竹菊 鳳 龍 松 根 瓶 其實刀的部首真的不好 有刀的就是我剛剛說的 他在你的身體上面 你的人生當中 他一定要割你一刀 至於割什麼呢 不知道 為什麼說不要有歹 其實歹這個字 它組合出來的 沒有一個好字 歹的部首的字蠻多的 我找了幾個 大家比較熟悉的 你去看看 這就是歹的部首 沒有一個好字 所以名字當中 如果有歹的部首 只有一個字還蠻好的 特殊的書 那個字還算是蠻好的一個用字 其他的都不好 所以就是因為他的部首不好 我們把它用在名字上面 當然對運勢就會有影響 那樹芬你放心 你那個不是歹的部首 你是夕陽系的部首 那為什麼說不要有雪霜呢 其實它代表是孤寒的意思 至於春夏秋冬 春不是還不錯嗎 世紀變化無常 所以人生的變化 也會隨著世紀的起伏 是很大的 所以不要有春夏秋冬 那也不要有梅蘭竹菊 因為它代表孤寒 那還有就是不要有 女生不要有鳳 各位知道嗎 鳳其實是男的耶 是男的 鳳是雄性 黃是雌性 那你今天一個女生呢 你的名字有一個男生 等於說你今天在家裡 你是一個妻子 可是你為夫勞 你要扛老公的責任 那當然最好都不要有鳳皇 因為這兩個字太大了 那當然也不要有龍 你的命格不夠大 你弄一個龍在身上的話 名字有龍的話 其實壓力也很大 會壓得你喘不過去來 那至於松也好 松不得松 它跟梅蘭竹菊 其實是一樣的 都代表是孤獨的意思 越老越孤獨 那至於扶貧的貧 就是一生非常的漂泊 所以我們在用字上面 我們就避開這些字 還好有這些筆劃的人 他們有很多人 他們的思想還滿樂觀的 雖然說大家都覺得很辛苦 其實苦不苦 完全在於他自己的感覺 他只要覺得 我不怎麼苦就好了 因為他認為我要有所得 我一定要辛苦的付出 我才可以得得到 我寧可先苦後甘 我也不要先甘後苦 那抱著這樣的一個態度 其實這樣做下去 其實後面是可以迎來 很美好的一個果實的 所以名字佔了百分之三十 他的好壞 你不要他去把所有的都歸咎在 因為我的名字不好 其實還是態度的問題 你看郭董就是一個 很激勵人心的一個案例 對 所以這個組合就給大家說參考 好 好